大家好,秋天到了,天亮好了一个秋 咱的这个花围巾又出来又嘚瑟嘚瑟,显摆显摆 也给这个沉闷的毫无生气的视频节目 带来一丢丢亮点 今天给大家分享西包子担心被暗杀 到底害怕到什么程度 一篇来自北京的内参的文件 一篇重磅的分析告诉你答案,告诉你真相 说这个西包子最近一段时间 他的主要的内斗是在军队里面 已经折腾了小半年了,继续在军队里面 他自己认为只要把军队的所有的不听话的人全部搞定 然后他就高枕无忧了 而军队里面到底哪些人不听话,他并没有底 说军队以前他不是有个小杂谋吗 是不是很年轻的,姓钟 叫钟什么我都忘了 这个人在给他安排整个军队的布局 是这个习近平以前,是习近平中央军委办公室的主任 军委办公室有很多个办公室,军委有主席办公室 有这个副主席办公室,每一个办公室他有一个主任的 就是太监的角色吧 算是习包子在军队的最高的眼线 给他干活的 当年江泽民退休之后 他通过控制军队,那控制整个湖 尹陶温家宝就是靠这个军队里面的那个办公室 在那个军事博物馆那边 中央军委里面 是吧,后来江泽民退休了 是吧,他儿子江亮恒哭跪着他 说父亲你不要糊涂 你这个军委主席这个办公室 这个军委主席不能退啊 一定要挑在自己的肩上 否则你很麻烦 是不是,但是江泽民高风亮节 是吧,完了以后顾全大局 还是呢,假装把这个军委主席卸给胡锦涛 记得吧 但是呢,谢归谢啊,早谢归早谢 但是呢,军委办公室叫江泽民同志办公室 不再叫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了 还是在的 所以那是个极其重要的部门 有一段时间习近平的这个办公室 据说要调这个彭丽媛 去给他做中央军委办公室的这个主任 因为彭丽媛是少将嘛 是不是,一个少将 他老婆给他做军委办公室 军委主席办公室的主任是可以讲得通的 但是后来,西包子还是没有怎么做啊 因为西包子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用自己老婆总归人不大好是不是 后来就找了一个姓钟的这个人 这个姓钟的这个人呢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现在呢,说有一篇文件啊 来自于北京的,是内参文件 我看,推特上有一个老师是个军 他曾经是个大校吧 叫做这个姚诚 姚诚老师也在说啊 然后我看到的是北京这边的所谓的内参啊 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 跟大家说一说啊 谁让西包子不让我们知道他的真相呢 说这个姚诚老师这么说的啊 说一呢 是习近平最近整治火箭军对其他部队还会有哪些动作吗 火箭军整完了,其他的部队也会跟进搞吗 那这个答案是毫无疑问的 肯定要全面开花 也就是说习近平他想把军队搞得服服帖帖 他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军队里面所有的人都换掉 一个都不留 就像他的毛泽东一样是不是 他的过去的老同事啊 一起扛国枪,一起嫖国枪的所有的战友 管理是刘少奇还是林彪啊 管理是贺农还是彭德怀 全部给我扫进监狱啊 能杀的就杀,能炸的就炸是吧 能做监狱的赶紧做监狱 是吧,这两天网上又在说 说这个毛主席曾经亲自有一个重要讲话 说这个习仲勋不是个好人,是个坏家伙 是吧,然后说完了以后就给了他15年监禁 习仲勋,习包子一家人做了15年的监狱 你能想得通吗 很有意思的啊 结果一句话 为什么习仲勋不是个好东西呢 因为习仲勋他是陕北这边过去的 习仲勋 刘志丹他们这些人 为什么呀 因为毛泽东在江西打仗打败了 往陕北逃 逃过去中鸦片 搞女人是不是 搞延安 但是延安那边有地头蛇的呀 延安那边的地头蛇 就是刘志丹啊 就是习仲勋他们这伙人 所以他必须要把习仲勋打倒 必须要把刘志丹给宰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的习近平也是一样的 共产党里面的斗争艺术啊 那个人整人啊 他是年年姑娘十七八 永远就这么几个动作 习近平他搞定这个火箭军之后 接下来要全军推广 目前说火箭军有11名将军被双规 至于为何涉及国防部的部长魏丰和 以及最近为什么要传出这个新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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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出问题 就是要将这个清洗军队的大清洗推广到全军啊 说是要抓根子 说火箭军的根子问题根子出在魏丰和 而魏丰和呢和这个李尚福又是一伙的 是吧 如果不动这两个人查不下去 但是如果一动这两个人呢 其他的几个人都保不住 不光不光是火箭军的什么先任的司令副司令啊 都不行 然后完了以后国防部长也不行 最后甚至有可能国防中央军委的两个副主席 尤其是老军委副主席 这个张有霞也不行 所以我们说了吗张有霞被双规 并非是空穴来风 因为他要全军扩大化 所以他现在包子就在中共的军委里面他就信任两个人 一个就是这个信中的办公室主任 还有一个他直接从东边从东部战去调过来的 何东阳这两个人他是信任的 这两个人到底什么时候会不信任呢 就是这两个人的权力大到已经可以对西包子构成威胁的时候 西包子会把他们俩也办了 但是不是现在啊 所以土工的这个军队的所谓大清洗啊 那是刚刚开始 不过呢 我听说这个什么遭遇到了张有霞的这个阻击 所以目前的军委的巡尸组啊 已经全面进入军营上的单位 但是不会有大的动作 因为西包子不敢随便在军队抓人 他包括他收拾这个张有霞 他也只是说啊 在整个军委的高层要做调查 并没有说直接就把张有霞就给拿下啊 你必须要通过别的手段 就像当年你搞毛子搞毛泽东搞刘少奇 我还发动文革 毛泽东搞林彪 不可能说毛泽东自己拖一把枪 或者拍几个人 国际把林彪一家子就给杀了 他必须要搞一 制造一个事件 哎 让他做个飞机 然后伪造他要逃跑 你说林彪他怎么可能逃跑 没有毛病吗 是不是 是不是都是演的戏 都是做的局 然后完了以后就把他飞机打下来 然后说说空中没油了 飞机失事了 摔下来了 要做局 是吧 所以现在西包子 他就是他们说有两条路啊 躲避暗杀 怕暗杀嘛 躲避暗杀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呢 就是干脆打一仗 那打谁的仗呢 是不是打台湾呢 打菲律宾呢 他们说今天听到这个美国有一个士兵啊 无意中听到的 说他十月份的时候 他们这些美国的海军呢 就要转战到南海 要驻扎在菲律宾啊 说他们预测 今年的冬天 在南海 会有一场中美之间的火拼啊 这会有一场真正的大战 一定要 美国一定要干死西包子 说这个 一旦南海起事 或者台海起事 印度呢 将在 这个 中国的中印边境啊 在中印边境 也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 要侧应美军 对土工在海洋上的行动 然后呢 就是东西两边啊 南边和西边 夹击中共 争取一夜之间 就干掉西包子 所以西包子 他现在很麻烦 国内呢 又担心被暗杀 然后国际上呢 他想打仗 但是他又担心打不赢 所以你会发现很奇怪啊 尤其是印度这个事情啊 你发现非常奇怪 你印度跟中国是邻邦 是不是 你不至于话说的这么难听的 他们的国防部长 就这么公开的说的啊 一旦南海或者是台海有事情 一旦美国在南海 或者在台海上面 与中共开始直接的战争的话 那印度一定毫无犹豫的在西边 在中营边境 开辟一个战场 那目标当然就是搞死西包子呗 所以这些个来自军方的这些个 内部的所谓的内参文件 是很有意思的啊 他们都会关注这些事情的 说这个 为什么习近平这次不参加 印度召开的G20的峰会 那是有意 是不想直面西方国家的 这个直接的问题 而且他也知道 印度这边现在就是 就是一屁股呢 就做到这个什么 做到这个美国这边 准备跟中国人打仗了 他很不高兴 他以为这个金专峰会 印度是一伙的 现在印度怎么可能跟你土共是一伙的 就是印度人呢 一方面呢 做好了与你中共决一死战的准备 另外一方面呢 又还想从你这里搞点强化化啊 比起贸易很重要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习近平他现在就是什么呢 就是特别为难 不好弄 想打仗又不敢 不想打仗的话 军队这帮孙子很有可能啊 把他给做了 说习包子现在情报显示 军队对他的意见特别大 说这个 现在不敢回北京 是因为知道北京杀鸡四负 说习包子知道军队可能会用 普京基罗瓦格拉的方式 用导弹 用三毛举的导弹随时给灭掉他 因此他也不敢坐飞机出国 现在都是坐火车 是吧 总而言这样 总之说这个习近平和军队的距离 是渐行渐远 军人们目前也只有贼心 没有那个贼胆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天会出事情 习包子目前呢 还是觉得自己能控制局面的 但是是不是军队就一直就这么不动手呢 很难 很难 很难说 所以习包子日日夜夜担心被暗杀 是吧 不是被土工的军队的一些个人被杀掉 就是被美国人和印度人杀掉 所以他非常的难过 我这边看到的所谓的内参文件呢 主要是讲印度 讲美国他的侧应 说为什么说拜登要想在G20峰会上 见一见习近平呢 其实是当面警告他 不要轻举妄动 不要试图在菲律宾的问题上 不要试图在台湾的问题上有任何的不理智的决策 否则的话你会死得很难看 但是习包子最担心的是国内的人对他的这个暗杀 所以他现在害怕到什么程度 不是你我能够想象的好吧 谢谢